就先來那個第一個是是否出售 這個至關重要的 這個我們這個 過去一周 那個以為要出售 就出售那個 筋膜槍業務 對對對 就全部筋膜槍呢 就是都給別人做的意思 那就賽 這個很關鍵 五點 五點 哇跟你預料的一樣 就是出售有到五點 出售公司 蛤 出售公司 我在一般問你 你骰啊 我覺得 你可以骰 我覺得我對這個沒有興趣 那骰了就要做嗎 骰了我們只是參考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骰的 出售火星計畫 一點啦 完全行不通 有擔心 我跟你說 其實這跟我想的差不多 就啦 那你剛剛自己骰就好 不是啊 我就覺得一點 我就不想骰 我說過我只是想骰 我覺得會過的東西 那如果這個出售業務 那個五點 其實是因為價格上要考量 不是 可以骰啊 你覺得說就是 意思就是說 欸我可以想問一下 就說是不是價格很重要 價格是不是很重要 六點 那就是印證嘛 所以就是說如果價格 對就顯然是錢的問題 你如果可以賣夠貴就賣 但是如果賣不了夠貴就 就是肯定是不會賣的 這是很廢話 對嘛 所以現在問題就是說 多少叫做好的價格 會 就是我們應該目標 是要賣多少錢 你想要提什麼數字 你覺得應該賣多少錢 是 你覺得叫做賣的 這個價格 對 就你說的六千到九千 那算合理 沒有啊 你要選數字 你不能問骰子 範圍這樣太爛了 那我選六千 好啊那你就骰六千 會不會被制裁 不知道啊 六千 五點 唉唷 那麼高啊 真的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那個 就是 那麼高 我覺得八千 我覺得我們工作人員應該要以賣八千為目標 因為八千其實是六千 我要解釋一件事 就你他賣八千 你繳完稅 不是 你他媽繳完稅剩六千 因為政府很貴嘛 八千 有出售八千 然後一點 完了 聽說我比較保守 我覺得四千五百萬就很不錯 喔真的 那來啊塞 三點不行啦 不行 到五千好了 幹 等於是五千 一點 四人才了 都不行 好那九千萬 九千萬含庫存 喔進步一點 爛死了 好這個 骰太差了 我覺得我這個 價值判斷有瑕疵 那你覺得 感覺不是五千五萬 就六千五耶 這個 不然他不會 在那個範圍 是很窄的 我先骰個六千五 六千五含庫存 含庫存 含庫存 也不對 沒有我先可以解釋 嗯 就是說因為我現在的 我們現在這個數字的意思 不是指我們現在的價值 而是指我們應該要做到他值這個錢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要用這個錢把它賣走了 對對對 並不是說我們現在就值多少錢 而是說我們應該要做到多少錢 然後賣是 最恰當 我覺得這個被 就是 我認為是這個意思 不不不不 那我們定義一下 就是現在該不該找投資呢 沒有你隨時都可以找 因為這個東西的接觸 不是說你要賣 然後馬上做 對 你隨時都要找 所以我們的計畫 你就是要告訴他 我們的公司的計畫 就是我們要賣出 但是呢我們要賣什麼價錢 那如果你覺得我們現在不到這個價錢 我們會再努力把它做哪些事情 或是你覺得我們做哪些事情 可以讓他值這個價 那我們就幫你把這些你希望我們做的做完 那做完之後 你就可以滿意的買走 就是這個意思 好好一直 然後你要一直的 1.2億 1.2億 1.3億 也是3點 這3億吧 好 我們現在也 往這個高價攀升 5點 你看又出一個5了 現在有一個1億也是5點 有一個6千萬也是5點 沒有我跟你說 其實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就有趣 就表示說它是有那個極具觀念 就他怕你要賣8千萬那個價錢 是沒有人要買的 就是要買的 買主就會覺得說 要我就是要買1億的東西 或者是我就是要買個 5-6千萬的東西 這個 3億 3億 1點 完了被制裁 浩高霧遠 一定賣不到 我覺得可能真的賣不到 我其實覺得 我其實覺得有可能真的賣不到 你真的欠制裁 就是 3億可能 就可能我們真的沒有辦法做到那麼高 沒關係 你可以閃 5千8 我覺得不要再拘泥於那個 500 整數 5千8 那精準 所以你不行的話 還是5點 還是5點 5千9 你這個 低定吧 低定吧 靠尾阿靠尾 5千9 我幫你 靠尾阿靠尾 這很重要 因為我們快要得到資訊 快畫出那個點圖了 4點阿 你這個是 不對 方向 方向不對 1億1千萬 TOWING是屬於保守派 1億1千萬 5點 連續5點 對 方向右阿閃尾0500 我也沒中 沒關係 1億5千萬 我覺得就是 那個 你這個我也懵了 我還是要 這個 你這個我也懵了 勇猛精進 1億5千萬 4點 你看 這其實很有趣 1億2千萬 就比1億5千萬還不行 它就也不是好的數字 1億跟1億1千萬 也被認為是好的數字 6千萬是好的數字 可能是在1億6千萬這邊 因為照這個推斷的話 好數字的 一個見據是5千萬 左右 5千6 5千9不行 所以就是5千6了 還是5點 你看 5千6、5千8、6千 都是一樣的意思 其實我覺得差不多阿 我覺得這些數字 其實在買家看起來 就根本都是同樣的數字 結果他不會覺得 這有什麼明顯的不同 就是我們就是 買一個5千 6千萬的東西嘛 就是 我骰一個6千6百萬 66大 這是有一個位置的 我等一下再解釋 2點 這就不用解釋 沒有 我還要聽解釋 我還在意阿 喔 這是我們時鐘是本的2.5倍 喔 原來是這樣 不用解釋 1億零五百萬 沒骰過 沒骰過 1.0 他要骰差值法 他要骰差值法 1.05 那個0.5就是給人家打架用 1.0 1.0 被釋裁了 沒有 沒有1億 沒有1億 500不行 沒有應該是 10800 就是跟那個 跟那個槍尼價格一樣 靠北 那你骰阿 你骰給你骰 這樣什麼 1億八百萬 你看 腰魔寫手 你看2點我就知道 欸比1億五百萬高 不是啦 他沒有人要跟那個 我覺得 1億 8千萬 應該已經 極限了 極限了 應該沒辦法賣超過這個 好 那我就骰1億八千萬好了 1億八千萬 3點 3點 就是又變爛 所以比1億五千萬還爛 我跟你說 1億八萬還有另外的意義 它是我們現在的 四值 就是最後一輪募資的股價 乘上股數 我想要測試一個東西 好 我要骰三千萬 靠北 沒有這很重要 這是有意義的數字 你應該可以明白 理解理解 2點 馬上被制裁 沒有啊 這不是制不制裁 這些裁判 這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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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判 這個方向有利 5千2 200拿來殺價 他一直那個 他一直在往下攻擊 5千不行 6千又很行 5千2看看 你應該要6千2啊 剛踩過6千 不是你從6千 你6千最早5點 然後你一路往下降200 我先上6千 6千5 一點 阿可是你可以6千2啊 或者是六千六十 六千六三點 所以是我塞 好啊六千六十 兩百人來塞 兩百人來塞 兩點不行也都不行 一億幾千塊還沒塞過 你可以塞一億一下 三千四千都沒塞過 可是九千多我就覺得那就不如一億 一億三四千都沒有塞過 一億三千塊 但我覺得這個應該都沒中 四點 你看吧我就知道這個都沒有 這個都是同樣的東西 我們的性質呢 我們要成功 就是要在全世界多點開花 就是我們一定是要在海外的多個國家 都有一定的成績 然後最後把這整包賣出去 就是一定是這樣子 我覺得在海外有一兩千塊的 我覺得我們應該是會賣給 國際買家 就是像之前RoundBrain那種是國際的買家 就是可能是什麼美國的創投或什麼 就是新加坡創投 反而會說我們應該是賣給某個國際買家 會覺得多點開花想 應該是要多點 應該說我們一定要多點開花 然後賣國際買家 我們才會賣得出去 因為之前RoundBrain 也是給我們一億兩千萬的估值 我說我們上市的時候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我們皮膚卡出牌推起來的話 我們賣的話應該是 就是會落在那個 那個單調 你有沒有讓我覺得是這樣 就要用美金來算 應該要用美金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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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國際買家 可能是要報美金 五百萬美金這種 可能是要這樣 好啦那我來 五百萬美金 可能要換一下壁紙 五百萬美金 五點 終於我有 就我目前鎖最好的 有鎖過三億嗎 我鎖過三億嗎 我鎖過三億嗎 我鎖過三億有啊 就你一點啊 我那幫你鎖一千萬美金 靠北說因為是 壁紙問題 方向正確 當然是壁紙問題 二 二 你看 我都是二點 張悟騰都來直了 張悟騰來這就是時候 我們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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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這個 我們現在在 討論說我們公司應該要做到 多少錢的時候出手 就我們應該要 賣多少錢 是 就是叫賣的好價錢 就說我們今天就要賣 就說我們應該要做到 什麼價格 就我們做到我們 估值大概多少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用那個價格 把公司賣掉的意思 對阿現在問題是 我們現在決定那個 應該我們應該以做到 多少為目標 一億美金啊 蛤來 一億美金 可以可以可以 對阿 重磅一億美金 應該我們今天人都 三點笑 如果這個就六人 我就 我們都 啞口 我覺得我們是一群 廢物吧 哈哈哈哈 他已經 骰很多人了 應該有十幾次 我們都骰 沒有應該有十幾次 我骰了五個嘛 一二 五二 八四 八四 我們今天有十三個議案 他們卡在這種地方 蛤 不是阿你 照理說 你論上六次就要有一個六點好嗎 你知道嗎 這個就是我們 就是我們有問題 就是我們有問題 我們都 所以我們來說 知道一來就我們就廢物 我骰最後一次 五千二了 我們就把他骰完 沒有沒有就算了 沒有我就算了 前鱘技巧 五千二五千二 一點阿 這叫我們放棄 我們 我們能做到的最好 我骰保守一點 三百萬每個 好 那個三這個數字 還是買家特別喜歡 對不對 這什麼 五點不錯 買家特別喜歡 為什麼討人家骰 就是 什麼議案 沒有沒有 這就是第一個議案 我們今天出售議案 所以我們應該要目標 做到多少錢出售 就我們應該要定一個目標 然後我們就是做到那邊出售 我們就 完成我們的金魔槍的任務了 因為講白了 其實我們 真的不可能有能力說 金魔槍做到 真的是什麼 世界 龍頭霸佔 全世界什麼 那一定不可能 因為那個最後 到最後都有很多的東西 是 人家才有這些資源 我們沒有 所以一定是我們 做到某程度的時候 會有人來跟我們說 你現在就該賣給我是最明智的 然後我們就要說 是是是 您真是太棒了 然後就賣吧 那樣子 一定是這個意思嘛 我認為說我們一定是會 做到那個 那一天 然後就 人家來買就要賣掉 那邏輯不就是 我們現在賣五千多萬 是一個不用努力的好價格 然後做到一億五千萬 在賣的時候 也只是五千 結果我認為這些都是 就簡單來說就是 我們現在如果賣是 五六千萬 如果我們現在不賣 我們再繼續做個應言什麼的 就會有人來說 他要一億千萬買之類的 結果我覺得那些都算是 自然會碰到的里程碑 就是說我們沒有特別拼 然後那也都還沒到 我們能達到的極限 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覺得六點應該是一個 我們公司能夠做到 最好的那個極限的數字 就應該說是 我們可以努力 我們可以達到的一個極限 應該才會是六點 所以這些數字都不會是六點 因為這些數字都是 我們自然就會摸到的 就是說我們沒有 就我們就按現在的這些方式 經營我們自然再過幾年 因為你知道 本來你就會隨著時間增值 如果說是 我們不是垃圾的話 就是 就是我們公司 本來就要隨著年紀而變貴 對,因為證明我們存活更長時間 然後證明我們的這個產品的 這個是 不是一個什麼明星一年的產品 就是它是一個長銷品 所以這些東西 我們本來就會自然碰到 就是隨著年限 本來就會自然增值 就是 不用特別做什麼 一定也會再過一段時間 就碰到了這樣 但是應該有一個點 是我們到那裡的時候 是很明確就是說 我們如果不賣 就要走下坡了 那個才會是六點 三千萬美金 五點你看 果然又一個五點 對 三千萬美金也是五點 也是一個會遇取過的 三億美金 靠北 他怎麼把他都往上去 三億 六 完了 太強了 我扶我扶 幹媽的 兩散就要六 三億美金 這句話我沒有覺得響對不對 三億美金 金活天堂可以做到三億美金 我覺得差不多啊 你怎麼算 就是你把歐美那邊算起來嗎